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們這次要打的什麼關卡呢? 就是我斯特靈妖賽的最後一個 就是半偶的玉門之心 這個光機偶 火伴的存在extra 那我用什麼隊呢? 其實最好用的應該是雙暗艾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中某一個關卡就有一個... CD1召喚小怪 而小怪的血量也有差不多 就是用普通主動技就這樣打是不行的 要用埃及神才能打到的 那我們現在就看看 為什麼那些5技的暗艾 那些人的暗艾沒有星技 要不就直接不擺出來 但是擺出來的那些... 有什麼理由擺出來用只有5技 然後CD10...幾個 真的...不要得了 不過...迫於無奈的情況下 我又免得問人借 那我就...照用吧 CD17 那我那隻也是CD15 其實不差得很遠 不過我那隻7技和他那隻5技 其實我那隻很明顯有練過 一進來我們直接Battle13 因為前面那些... 垃圾全部就不要理他了 去到Battle12就是千年石 Battle13就是... 呃... 叫做...Battle10 應該這樣說吧 就是說...呃... 通常看這些關卡 我都是以千年石完成作準 就開始要剪到落魅王的 好...那這裡呢... 就看到一隻反傷的光機龍 那這裡呢...呃... 其實我又怕... 打他不死 所以穩陣起見呢... 我就轉一combo 之後開龍赫 去類一類珠 儲多一些暗珠 那其實這個關卡呢... 在以前來說就沒有現在那麼容易打的 因為現在有什麼呢? 有龍赫嘛 有龍赫其實... 相等於你開...呃... 你有兩次開大毫令的機會 那就是這樣啦 好...剛才是不是... 我講了隊員沒有呢? 大家其實看到啦... 就是有暗機偶啦... 炮兵啦... 奧丁啦... 以及夜賢的... 這裡有沒有轉錯呢? 這裡是... 很明顯是轉錯了兩顆水 少了一個還是兩個combo 好...那這裡11個combo呢... 那...就... 打死... 秒殺... 其實... 第一下打下去... 好像已經... 它已經殘血了... 太誇張了... 一隊的攻擊力... 好...那打完剛剛那隻反傷呢... 跟著... 跟著... 又來到小怪了... 那我們... 怎樣... 這裡... 其實啦... 這個關卡呢... 真的... 輕鬆很多... 因為有龍赫的存在 對於以前的人來說... 就算你用雙暗埃也不是一定贏的 都要看你的豬... 漂亮不漂亮 好...那就是... 我所說一定要用埃及神這個位置 就是那些小怪... 是CD1召喚小怪... 即是你不用主動技殺死它的話... 是沒可能過度的... 那我首先就用砲兵炸一下... 就殺了兩隻小怪...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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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轉轉一下才發現... 原來它是2秒轉珠的... 跟著它又撮小怪出來... 那我就浪費了一個技能... 跟著我今次又開暗埃... 跟著看看暗珠的... 量是否很誇張... 為什麼可以有這麼多暗珠呢... 那我隨便連雜珠就算了... 然後就必定秒殺它... 然後來到BATTLE17... BATTLE17是什麼呢... 就是一隻連擊的暗魔神兵... 那我們的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秒殺了它... 秒... 有沒有秒到呢... 還是要打多回合呢... 但是... 其實看這個天降就知道... 是秒殺它的... 哈哈... 那為什麼我會開夜燃呢... 因為反正... 反正什麼... 其實就是開了夜燃才有這麼多珠... 呃... 煙燃對於埃及神來說... 是很有用的... 就好像剛才我開一次... 然後整版都是暗珠... 很誇張... 那這裡呢... 因為三隻小怪不是CD1... 我偷一偷回合數... 儲回炮兵的技能... 而且這隻不是骷髏頭呢... 那我順便... 再... 拿多一回合... 讓它打一下... 再押一押血的... 對啦... 那我們現在... 4980血... 其實是非常漂亮的... 一會去到最後就知道了... 那我們這裡就... 全體攻帶走它們... 好... 搞定... 跟著我們... Battle 19... Battle 19要怎樣打呢... 我們這裡就是... 看到它是骷髏頭啦... 其實是很恐怖的... 那... 它還要是96萬防禦... 那我們就... 其實... 呃... 一點都不恐怖的... 只要開了暗機偶元... 之後轉4combo... 或以下呢... 就會破了防禦... 輕鬆地秒殺它... 因為它血量... 其實只有20多... 非常之低的血量... 那我們現在就已經來到尾王啦... 尾王我們要做些什麼呢... 那一開始看到它就是... 越戰越強啦... 然後不知道... 它好像600多萬血... 其實... 比較厚血的一隻王啦... 那其實現在... 那些比較主流的地獄級... 都是600萬血的... 那我們這裡看到... 沒有骷髏頭呢... 就... 當然是轉1combo... 然後開龍赫... 誒...沒有開龍赫... 誒... 我竟然真的沒有開到... 那我們完美壓血啦... 然後就用砲兵炸它一下... 然後再開暗靠... 對啦... 其實... 我不開龍赫是因為開暗靠... 然後再開奧丁的... 增傷技3倍... 那現在的奧丁是3倍... 比起以前的2.5倍是更加強啦... 那這裡其實... 我根本... 我這裡思考時間太長啦... 根本不需要想怎樣轉... 隨便轉都打死它啦...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攻擊力啦... 6combo... 7com... 8combo... 然後就輕鬆地秒殺... 就是這樣啦... 一個光機有extra就是這樣通關的... 同伴的存在使你的力量更加強大... 一個人做到的事是非常有限的... 那這些劇情呢... 通常是不重要的... 我每次都不看... 偶爾讀一兩句... 讀完馬上就忘記了... 哈哈... 就是這樣啦... 好啦... 今次這個關卡就這樣完成啦... 挑戰extra關卡成功... 拿到一隻二維花眼的... 還有那隻... 看到嗎... 那隻光炮兵... 它竟然... 跌了卡... 哈哈... 原本要打超級跌的... 想不到在這裡打這個extra會過了... 那我們出去看看... 對啦... 就是著了燈... 全著的... 好啦... 今次我們影片就來到這裡啦...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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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啦... 好... 好... 好...